妈,你来干嘛? 你怎么到我公司啊? 你是生怕我同事,不知道我妈是个清洁公司吗? 我这不是怕你饿着吗? 女儿子好歹是个经理 你穿着这个样子去找我,你诚心让我丢脸是吗? 不是的,儿子 那下次妈拿的时候,换一件衣服再来 没有下次? 你做的饭吃,还不能外卖呢? 赶紧给我走 小灯,到办公室来一趟 你知道你母亲的生日吗? 不知道 那你知道她爱吃什么吗? 不知道 你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吗? 也不知道 那个给你生命的母亲 对你一辈子用心两口的母亲 不论你是贫穷还是失败 她的对你不离不弃的母亲 你为她做过什么呢? 我 你有没有想过是谁一次又一次 安夜起来安抚你的苦难 睡不好觉 是谁一次又一次扶着你学走路 又何止扶了成千上百步 又是谁把最好的饭菜和最好的一切都留给了你 她用她的双脚踏出了你的前程 也送走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 而你呢? 你又是怎么回报她的? 是无力的取闹 还是无羞耻的缩取 你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吗? 你妈我已经接到接她使的 妈 我知道错了 你重能改 她是妈的好孩子 好